厨房是每个人家里必备的空间 当然现在的人 不管你有没有很常下厨 基本上你在装潢房子的时候 厨居一定是有要花预算的一个部分 所以今天建制 特别就你在选厨居的时候 可以从三种的等级 来看看哪一种等级的厨居 是适合你的预算 还有适合你的居家空间 对 我们常常被屋主问到说 我的厨房到底要花多少预算 那有时候我们会从总工程的预算 来做预算的分配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装修 室内装修没有花很多费用 可是业主却在厨房花很多费用 因为他厨房可能是一日要煮三餐 甚至连清食下午茶 其实都要花很多时间在厨房空间 所以特别注重厨房的一个设计规划 那我们帮客户 为什么设定成三个等级呢 它其实并不是好跟不好 而是看你的预算来做分配 我们帮客户分成的这三个等级 其实是分成三个需求 也就是说你需求是很基本的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经济型 基本经济型的一个储具需求 大概预算多少 大概预算我们把它抓到15万以内 15万 就一套储具如果2米4 2米5 你有15万以内的预算 这个大概是比较属于经济型的 再往上一阶 超值型呢 如果再往上一些超值型的话 我是抓大概35 40万以内的 这个储具需求 因为可能你的配件会用得非常好 电器用的都是进口的 OK 那再来如果是50万以上的 我们把它定位成浩化型的 因为这个部分可能你的需求 跟材质都是很特殊的 那也有很多小细节 这个是可以在预算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来做一个搭配 OK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好了 一般的居家空间 如果大部分的小家庭 可能这个厨房大小坪数也没那么大 所以大概可能一字型的这样的厨房 比较经济型的是适合他们 那我可以有哪些的一些基本配备 对 借云刚刚提到的这个经济型 我们定位它的尺寸大概在2米4 250以内的这个距离 因为大部分一个三分两厅的一个小厨房 大概就是2米4以内 那2米4以内 你怎么刚才搭配这个经济型的厨房呢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定要有三机嘛 对不对 就是抽油烟机嘛 是 瓦斯爐嘛 是 烘碗机 对 那借云表示有在主办 我眼睛看到了 OK 这基本的三机你都有 但是我们看它的功能 其实你甚至好一点的抽油烟机 你可能前面有一个挡油烟的那个玻璃盖 然后你拉下来的时候它就开机了 就可以使用 那当然就是这个瓦斯爐的部分 你也基本到就是你 至少你的开关在上面 不是以前就是在下面的这种开关 你清洁上面也比较便利一点 OK 那当然更重要就是你有一个简单的烘碗机 那我们一般都挑国产的 对 烘碗机 就达到你的基本需求 那其实在厨房的经济型的这个部分 它重要的还是它的台面 跟它的柜体 怎么说呢 其实台面你还是要人造石的台面 比较不会沾的脏东西 掉到毛系统里 是 这样的预算我们丁过程经济型 并不是不好 我们讲的是它人造石也非常耐用 也非常好用 那只是尺寸我们建议 大概在2米4 2米5以内这个范围 OK 好 那接下来重点就是 你看像我这样的经济型 我门片怎么选择 现在的门片其实有一些小细节 我觉得是建议 因为它实用处在改造达人 这些细节你要先提醒我们一下 对 其实门片的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 因为它光门片跟柜体 可能会占厨具的预算 至少有3成到4成以上的预算 那这柜体怎么来掌握预算呢 其实你可以挑那种美心版的门片 什么是美心版门片 它跟以前我们看到的 煤带版的这个门片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看到它的 侧边的收边的方式 跟它这整个门片 还有6个面 等于正面跟背面整个连接的时候 你不会有看到黑色的边 以前美耐版接缝的时候 就会有一条黑色的缝 对 所以你会觉得是 好像厨具用久了 那个边好像会裂开来 好像会翘开来 你会觉得有那种不耐用的感觉 但是现在用美心版的方式 你外表搭配一样是人造石 然后整个比较标准 经济型的厨具 其实也是非常耐用的 看起来的质感也蛮好的 是 OK 那么我们再往上一阶了 我们来看如果是超值型的 就是说你家里可能厨房的 频数再大一点 对 那我们把这个预算在 三四十万以内 把它定位成这个超值型的 超值型的这个预算 那我们怎么样来分配 这样一个厨房的设计呢 我们可以从电器来招手 因为其实这个时候 你可能可以买一些 比较好的配备 譬如说洗碗机 其实洗完 洗碗之后 它其实也可以连带烘的功能 所以碗就可以放在里面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有一个 很好的电器柜 在这个电器柜的设计 我们看到 它的电器都是进口的 而且它可以跟柜体 整个是密合的 OK 就一体的设计了吗 没错 所以同时你的电器的 可以选配上面 你可以更多元 像这个地方有一个蒸饭锅 放饭锅的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有一个抽拉盘的设计 还有微波炉的空间 是的 OK 其实我发现啊 真的当预算拉高一点点的时候 就连抽油烟机都可以外露了耶 没错 这种外露式的抽油烟机 如果预算好的时候 你同时也要选吸力比较强的 这样一个备件 那接下来往下看 这个瓦斯炉的部分呢 像预算比较好的时候 你可以选这种有盖的 玻璃盖的这种瓦斯炉 那有时候呢 在清洁跟保养上面也比较美观一点 有的人如果担心开门建造 那个盖子应该蛮有用的吧 是的 然后东西太多的时候把它放下 还可以变多一个台面出来 对 在这样类型的厨具里面 其实它的台面跟柜体的材质 一样的 它也是占整个橱柜 至少百分之三 四十的这个预算 所以呢 在这个预算里面 你可以让台面跟门片 跟柜体升级 譬如说你的门片 你可以用钢琴烤漆的感觉 或者结晶刚好的 这样那个效果 这个材质上面 你可以做比较好的提升 而且我有发现 但是预算拉高一点 我觉得连切菜的那个光源 是 都特别的亮 你可以用L1的方式 隐藏在柜内 那打下来的感觉 是均光的 所以在一些小细节上面 你可以大大的提升 那同时呢 你在墙面的玻璃 你甚至可以用超白的玻璃 用进口的玻璃 去做跟厨具完美的搭配 它就感觉是更整体性 不会透绿光了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 如果再往上升级 而且你家里的屏数 应该也要还蛮不错的话 你就可以用比较豪华型的厨具了 没错 在屏数比较大的空间来讲 其实有的客户 会把这个餐厨空间 变得比较开放 或者是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餐厨空间 那这个餐厨空间 特别厨房加大的情况之下 它的设计就可以表现得更多元 所以这个餐厨就是 也要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有质感 有设计感的餐厨空间 对 那在这种比较豪华型的 这种厨具的设计呢 我们会从材质去做变化 对 建议我跟你说 以这个台面的材质来说 其实就可以做更大的提升 用晒粒石 那晒粒石这个材质 它本身你可以看到 它的挑选上 它可以做比较霧面 这种凿面的处理 你会觉得说 它跟以往的大理石 或者人造石 那种亮面的材质 它有不同的一个表现方式 光这个材质的本身就贵气了 没错 好 那么像这样子的厨房 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 因为它多了一个中导 那个功能很齐全 可是这个中导 是算在厨具的费用 我就不用再另外花钱 在庄房的上面去做中导这件事 没错 这个中导就是跟厨房融合在一起 甚至可以连接到餐厅的部分 以这个中导为例 它其实是下面有充足的收纳 两边都可以收东西 那它同时融合了一些烹调的需求 比如说铁板烧 还有这个 烧烤牛排 烧烤牛排 四口炉 对 这个功能来讲 对于轻食或喜欢用西方的烹煮方式的 这些朋友来讲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设计 这感觉很有那种大厨桌边料理的感受 对不对 而且可以很快的跟旁边的朋友 或家人有很好的互动 用食物来做一个互动的方式 OK 好 今天我们在幸福达人的单元当中 告诉你了 有三种不同需求 三种可能不同的预算 你可以选择的厨房空间 其实有时候不要小看厨房 它会是家里一种很重要的中间 好 好 好